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间的gap没有太久 不超过180天 可能会有影响 当然并不是说就不能拿到绿卡了 还是有可能申请豁免 但是至少也造成了麻烦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 保持在美国的合法身份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具体来讲一下 根据不断更新的要求 怎样来保持有效的学生签证身份 首先I94有效期决定了你的身份的有效期 那么需要注意过期日期 尤其是在放假 比如说回到中国 然后在回美国重新入境的时候 比如有的人的护照即将过期 那么这个新的I94有可能和你护照的过期日期是一样的 那过后你的护照延期了 你的I94并不会自动获得延期 并不一定你的I94都是叫Duration of Status 还有就是说你拿F签证 只能在学业开始前的30天内入境 入学以后需要及时到International Student Office国际学生办公室来报到 或者如果你先入境到了别的亲戚朋友所在的城市 也需要考虑联系学校的办事人员 在学校就读期间 作为全职的学生 应该每个学期都选足够的学分 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可能有不同的规定 研究生可能有一些研究的学分 不一定要有那么多的数量 但是这一点需要研究清楚 需要和学校核对 不能随便的JOP掉 取消掉课程 要不然的话也许就不符合全职学生的要求 当然了还有一些常识了 是吧 需要保持一定的成绩 不要逛课 打架 作弊 违法行为 然后如果说你从一个学校转到另一个学校 或者转专业 不同的学位 或者说要延长时间来毕业 这个往往都需要新的I20表 然后要和学校协商 如果申请工作许可 不管是校内还是校外 都需要注意及时提交 还有提交转换身份的申请 那么我们在另外的视频里也讲到了 在申请判定的时候 你可以在美国等结果 但是如果申请已经被拒了 或者原来的身份已经过期了 然后你再提交新的申请 那这个时候一般来说可能压力就更大了 如果你新的申请也没有批准 对你造成的麻烦就会更多一些 比如说OPT对于STEM专业的人可以延期 但是你需要在一开始的OPT过期以前 就提交延期申请 如果你原来的OPT已经过期了 就不能再提交延期的申请 类似的在2018年8月以后 比以前有更严格的规定 比如说有的人I20已经过期了 然后没有采取行动 这样可能就算unlawful presence 如果你grace period已经结束了 到那个时候再说 我还没有申请OPT 我还想申请OPT 这个申请一般来说就会被拒 所以要注意OPT申请要及时提交 那么在STEM OPT的延期期间 如果你离开原来的工作 理论上你需要在10天内通知学校 如果你换工作 也需要在10天内通知学校 并且提交由新的雇主签署的I983表 如果说因为各种原因失去了F1的身份 怎么办呢 有两种选择 你可以离开美国再重新入境 比如说有新的学校 给你新的学生身份I20 那么或者呢 当然你也可以转成其他签证身份 有可能 或者呢就是重新树立 reinstate学生身份 这个呢需要在原先的F1身份 失效的5个月以内提交这个reinstatement的申请 然后呢在等待期间呢 不算累积更长的unlawful presence的时间 如果被拒呢 要在被拒以后才重新的累积 如果reinstatement的批准了呢 那么此前的unlawful presence 一般来说就不算了 就要洗白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即使身份中间中断了 过期了 如果时间不长 还是应该及时采取行动 好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注意保持有效的学生签证身份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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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